Hallelujah,各位同龄,大家平安 Hallelujah, peace be with you all 奉受圣名正道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I commence my sermon 今天早上一起学习的题目是真实的悔改 This morning, my topic for mutual encouragement is true repentance 请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Please turn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4, verse 17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是主耶稣出来传道所讲的第一句话 也是他叫门徒出去传福音 所讲的最重要的话 昨天晚上我们有讲 为什么天国尽了 因为神很爱人 祂知道我们心里有很多的空虚,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黑暗 因为这个世界都被魔鬼黑暗的权势所掌管 因为这个世界都被魔鬼黑暗的权势所掌管 但是主耶稣都是神来到世界 祂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移到祂的国度 不单只以后要去天国 现在神的国就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当神的国进来的时候,你会有充充满满的平安、喜乐 这次世界任何的物质没有办法给你 这次世界任何物质没有办法给你 这次世界任何物质没有办法给你 将来有盼望 百年归老,离世了,我们还可以去神的国,就是天国 天国那么好,我怎么可以得到 神的国怎么样才可以进到我们的内心 主耶稣这里有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要悔改 所以我们今天就咒这个重点 悔改来谈一谈 首先我们来讲 悔改的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神希望 神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悔改 因为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三十节 使徒行传的第三十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见察 如今却丰富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正平据 为什么要悔改啊 因为神已经定了一个时间 要审判万民了 所以好像一个犯人 他已经被抓了 他没有上法庭 那他心里面一定要想好 我是要认罪 还是要抗罪 我是要 明明是有错的 但是如果他一直拗说 他没有错 法官可能只会判他更重的罪行 当然在人的法律 我们都没有做错什么事 但是其实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神将有一天会审判世人 我们要面对神了 其实我们只是想一想 肉体的死亡离开这个世界 并不是最可怕 如果离开世界 能够解脱一切的痛苦 也不是坏事 譬如说你癌症 最后的人 很多人最后都是生病的 最后几个月很辛苦 一段期了 肉体的辛苦就不见了 这也不是坏事 但是人其实应该怕什么 在怕死了之后 你要面对神 神的审判 你怎么办 神会把我们一辈子 所有做过的事情 全部放给我们看 你秘密隐藏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 你没有办法跟神交代 所以最好在那一天之前 你就跟神消补关系 这个就是悔改的原因 还有下一个月告诉我们 要回来 因为神的果已经临近了 不是只有说害怕以后的刑罚而已 神要进到我们的内心 要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自己 我们来看看 马太语福音的第三章 这里 施洗约翰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讲一样的话 我们看马太福音三章的第一节二节 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 他也讲一样的话 就是要悔改 结果很多人都出来悔改 这是很有趣 在这里出现两种悔改 一种是真的悔改 另外一种是假的悔改 我们再来讲讲 施洗约翰的第七 真假悔改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先讲这个不好的 假的悔改 我们先来看第七节 三章的第七节 这个时候 有一些法利塞人 杀都该人也来悔改 也要受洗 在人看来 这是很好的事 因为他们也要来信 也要悔改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你不悔改 你不可能会接受他的洗礼 但是约翰因为神感动他 他看到 这些人的内心在想什么 他知道这些人 不是真心的悔改 所以约翰也很不客气 直接骂他们 毒蛇的种 这句话非常尖锐 但是为什么要骂得那么凶 因为假悔改 比不悔改还更差 那么谈谈什么叫假悔改 有几种的 假的悔改 有几种的表现 第一就是没有改变 你抓到他做坏事了 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悔改 结果他明天 要做一样 只要你看不到他 他要做一样的事 你做到他了 他要说对不起 没有改变 这是假 第二呢 假的悔改 根本的心中 没有一点点的 懊悔 痛 相痛 你抓到他做错事了 他说 OK 做这样 好了 对不起 你想怎样 我就怎样 没有一点眼泪 没有一点痛 根本就是假的 第三个 假的悔改的表现 就是为自己的错误 常常找一些借口 还有会合理化 被抓到了 这是没有错 是我做的 但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环境 因为他这样 所以我才这样 都是别人害我的 所以我才这样 都是别人害我的 都是别人害我的 所以我才这样 我是被逼的 但是没有反应 没有选择 你想想看 如果你开车超速 被警察拦下来了 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十个 十个都会说 哎呀 阿水啊 警察 给我个机会 为什么那么快那么快 你看不到 十书吗 哎呀 我很赶时间 这个是借口吗 谁吃些谁不赶时间 只有你赶时间 我们都会找一些借口 但如果你被抓到的时候 你的太太 搭着肚子 要生孩子 要赶去医院 这个借口是 还可以用一下 但是通常我们都没有 什么合理的借口 但是我们之后会 找一些借口 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然后呢 我们还会 不单只重复错误 还要把别人也拉进来 人做道理 做不好的事 哎呀 是没有错 但是我不是一个 其他人也这样做 或是把找人 跟你一起来做这种事情 这都是假悔改的表现 他有一样 就是怪罪 你所伤害的人 明明你做错事情 伤害了别人 你还说 都是你害我 你想想看 这些行为 是不是有时候 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 假悔改 比不悔改还更差 它会害人 害自己 就好像毒蛇一样 因为他本身被毒蛇咬了 他也像毒蛇 所以自己 约翰说 你们每个人要真的悔改 所以我们来讲一讲 什么叫真的悔改 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 The New Testament was written in Greek 小弟就用我们这一束教会的网站 有一个圣经的工具 查一想 虽然我是不懂希腊文 但是可以查到原文 希腊文悔改这个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我们教会的软体很好用 如果你想学怎么用 我可以教你们 原来在原文里面 悔改这个字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 第一个字就是改变 第二个字就是思想 所以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思想改变 中文这个悔改 这个字完全看不出来 那其实真正的悔改的开始 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已经完全改变了 你会想法跟以前不一样 你重用的事情 你会重新地去考虑它 看它 然后来看自己 所以真正的悔改 其实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思想上的改变 第二就是新的改变 第三还是行为上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三点来谈谈 真实的悔改 首先我们谈谈思想上的改变 真正的悔改是在一个人 他的想法改变的 怎么改变呢 下一页就是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来看回来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 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第二节 请读 这里说要悔改 因为天国金 很多人都出去认罪了 所以心态的改变 就是开始用神的角度去看你自己本身 我们人常常用人的角度去看自己 所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场是这个漫画 这个图一样 有两条路 左边那条路 好多人走啊 大家都这样啊 肯定不会有错 因为大家都这样子 世界的文化 世界的潮楼 世界的价值观 都是这样子啊 如果有错 怎么会那么多人去做这种事 绝对错不了 譬如说大家都不信神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信的 如果你活在一个社会 大部分都是无神论的 你就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但是当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事的时候 你看那条路啊 左边那个路 就是一直很多人去 但是都跌到山崖里面 另外一条路呢 很小哦 弯弯曲曲的往上爬 好 到底哪一条路是对 所以有时候错就是错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做这样的事 对就是对 比如说你在开车这路上 大家都超输了 你也跟着超输了 警察把你拦下来 这里开一百 你为什么开一百三呢 前面那几台都是开一百三啊 他也开一百三十五啊 我还比他慢啊 你为什么抓我 每一个人都超输啊 为什么抓我 这样你就没追 这样你就可以拖了 错就是错 在神眼中看来 这个错就是要承认 但是这个是要思想的改变 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 你才会发觉自己的问题 这个就是改变想法 圣经里面主义说有一个例子 非常的powerful 其实有力量来震撼我们的思想 这是浪子啊 它怎么样来回头呢 这故事我们都很知道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 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 这里记得一个故事 爸爸有两个儿子 这个小的比较反叛 好像主耶稣都知道 如果你生多超过一个的话 有时候那个比较小的 比较难搞一点 或者是比较反叛一点 但是也不绝对了 有些小的也很乖 但是这个小的就很反叛 从小就不喜欢待在家里 老婆都还没有死 就要求分身家 拿到钱就跑到远远的 有多远跑多远 在那边放荡啊 花啊 把这个钱都花光了 用钱交朋友 朋友一定多 但是没有钱啊 朋友也不见了 但是当地又遇到饥荒 没东西吃啊 只能帮人家去喂猪 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猪的 也不可以靠近猪的 因为猪是误会的 为什么没办法啊 要生存啊 他想吃那个猪吃的 人家都不给他 另外多可怜 连猪都不辱 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他改变想法 圣经说第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 什么叫醒悟过来 想法完全改变了 他想法怎么改变 下一页告诉我们 第一他自己看错 他知道以前做错的选择 他不应该这样子 再来他了解 我伤害了父亲 第二他以前觉得 他爸爸欠他的 现在他觉得 他伤害了父亲 他以前觉得 他做的都是对的 现在他觉得自己是错的 他了解我今天的痛苦 完全因为自己离开父亲 他以前没有这样想法的 他思想改变 还有到最后想冲一点 如果再不悔改 死路一条 所以思想上来改变 就是悔改的第一步 醒悟过来 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身边的人 一起在走错路 可能是你的儿女 可能是你的配偶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求神帮助他们 思想改变 醒过来 他不醒过来 你骂他没有用 有时候要吃点苦 才会醒过来 但是我们更要求自己 醒过来 有时候我们的想法 信的主一辈子 都还没有改变 有受血 但是思想有改变吗 每个礼拜来聚会 但是你看自己有改变吗 如果觉得自己都蛮好的 做什么都是你对 那对不起 没有真实的悔改 所以改变思想 这个是悔改的第一步 往往这个感动 这种改变 是从神帮助你来的 自己也要想通 第二步 会改到第二步 因为你思想改变了 你的心方向就不一样了 十八节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这里说 我要起来了 这里不是父亲派人来 请他回去 如果他心没有改变 如果他的思想没有改变 父亲请他回去 他也不回去 好了 他的想法改变了 新的方向就不一样了 以前是能够离开 爸爸多远都多好 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这样 能够离开家里 越远越好 最好你找不到我 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是很喜欢 很想独立 尽量能够逃多远 留多远 住在家里 整天啰啰嗦 要叫我睡觉 要叫我喝水 要叫我吃水果 要叫我机会 要叫我不要那么晚睡 太烦了 我以后一去读书了 要找一个远的地方 很远 最好是没教会的地方 没教会就不用去 不是我不想去 没教会不用去 就不会有整只船套来 啰啰嗦嗦 这个心就是跑远 越远越安全 神不会阻止你的 你要远你就飞 但是有一天你醒过来 我离开爸爸有什么好处 还是家里好 这样子就是 我要回来回家去 以前是我要尽快要离开 还有跑多远 现在我要赶紧回去 不是责任上 我要回去孝敬 我爸爸照顾他 他的心已经归到 爸爸那边去了 所以内心有了思想上的改变之后 再来 心的方向要改变 内心的回转 比一切更重要 这个就是神在等待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想想 你有没有将你的心归给神 像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真的是想回去吗 还是被逼回去 可以说我们来聚会 真的想回来聚会吗 电话又来了 还是 真的是 我太久没有回到神身边 我想回到神身边 像今天早上来 走安息日 你是很兴奋的 很开心的来 还是很沉重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要想想你的心 有没有归给神 我们看真言的二十三章二十六节 真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 Proverbs chapter 23 verse 26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My son, give me your heart and let your eyes observe my ways 怎么叫真正的悔改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true repentance? 浪子把心交给爸爸了 The prodigal son gave his heart to his father 以前的心是在那些喝酒啦 享乐啦,朋友啊 In the past, he gave his heart to drunkenness 现在我的心给爸爸 我要回到爸爸身边 当然我们不像浪子 这样子放荡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是不可否认 我们的心 被这个世界 已经拿了很久 也可能从你进入社会开始 你的心不在天赋身边 也许你事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 你的心不在神那边 也许你成立了家庭之后 你的心完全在家庭 但是慢慢地跟神输赢 也许某一个人取代了神 在你心中的位置 所以 所以 世纪约翰说 我们要回改 主耶稣也说 我们要回改 你的心会向神 让你的心交给主耶稣 像下一个图 再下一个 第二十二页 第二十二页 这个图很有意思 本来你的方向 是世界那一边 是罪 是魔鬼的诠释 180度拉回来 在神那边 往那边去奔跑 追求神 追求信仰 追求生命 你一改变 你就会相信 你相信 我们看马可福音 第一章15节 马可福音 第一章15节 一章15节 请读 这里同样的话 但是主耶稣加了一句 天国进了 你们要回改 但是加了一句 当信福音 你的心 如果想法不改变 你的心不会改变 你心不改变 你的心不下去 很多人来听很久 但是信不下去 因为他们还是相信 他自己 相信他以为 自己对的事情 或者是他觉得 自己可以救自己 但是当你思想改变 心态改变 人太软弱了 人太脆弱 人太卑贱了 只有相信神 我才不得办法得到平安息了 所以主耶稣说说 当悔改 信福音 这个一信下去 你的对神的信心产生了 就开始不一样 这个就带来 悔改的第三点 真实的悔改的第三点 当你真心的相信的时候 信的福音之后 你的行为会有 慢慢明显的改变 这种改变 这种改变 不是外面加进去的 我们知道外面要改变 一个人的外貌 很简单 化点妆 换个衣服 剪个头 就改变了 看起来不一样 但其实他里面是一样 这个没修养 没教人的人 你给他穿礼服 也是一个没修养的人 你可以打扮得很高贵 但是你一开口 就骂张话 忍不住 那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低俗的 所以改变是没有办法从外面这样子进去的 因为从里面发生的 当时施子遗憾就指出来了 一个假悔改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第八节 三章第八节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有悔改的心向称 司习约翰点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对信徒讲的 是对那些宗教领袖讲的 John Baptist pointed out a huge problem and he was saying this towards believers to the leaders of the believers 从这里开始 司习约翰不是骂那些妓女 碎吏 那些坏蛋 司习约翰是骂那些 已经认识神 已经知道圣经 常常去聚会 守安息日的那些文士法律塞 but he was rebuking the Pharisees and Sadducees who already knew God and who observe services very often 他说你们的生活 没有相称 这是不平衡 像上一个图 我们现在在第26页 这个图 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不平衡 我们知道生活不平衡 你就出问题 营养就出问题 休息不够 不平衡 也会出问题 心态不平衡 你就睡不着了 属灵上我们也常常不平衡 相称就是要平衡 但是你们就不平衡 就安说了 什么叫不平衡 一边 天平的一边就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常常聚会 哦 悔改 你叫我洗礼 我就洗 那当时他们都去了 给约翰洗 天平的一边很重 你讲得很好 对不对 天平那边 没东西 生活没有东西 展现出来 你所说的 你是谁 没果子 或者是烂果子 所以这些都不相称 不平衡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最大的问题 是针对基督徒讲 这已经信了 可能已经信了很久的人讲的 这个有时候我们想想 哎呀 很害怕 会冒一声冷汗 这个就是我 但是今天还不是太晚 因为主义主还没审判 对 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下一页第八节 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不是看你信了多久 所以不是看你爸爸妈妈在教会里面的谁谁谁谁 也不是看你做了多少圣工 你信了主 你的心 你的整个人里面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结出果子 我们知道 什么生命都结什么果子 苹果树才会结苹果 荆棘结不出苹果 因为生命没改变 结不出来 所以你要生命改变 你才会结束神要的果子 所以第九节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谁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把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有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已经信了很久了 我的家里有多少个老信徒 长职 圣职 传道 有时候老信徒在家里 在吃饭都会聊 我的姑姑是谁谁谁 我的舅舅是谁谁 我的谁谁谁 又是谁的 谁谁谁 当然很好 如果你的家族是在教会的 也很好 但是不会加征你在神面前 一点点的分量 不会 你自己也跟来信的 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亲戚 也不会减少一点点神的心中的分量 只要你结出国者来 神就收纳你 神就喜欢你 那如果不结果呢 不结果 这问题就大了 这里说呢 那个斧头一准备好了 放在树根上 这十节 凡不结好锅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有一次我去一个信徒家里 他真的有一棵树 在加州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 有一个执事 他请我去他家 他家里好多果树 带我去看 有梨汁 有苹果 有橘子 有柠檬 他跟我介绍他的树的时候 我真的是好骄傲的样子 很成就感 但是在角落有一棵树 他说很奇怪 过去几年都没有 种了它之后 长了高高 都没结果 那我问他打算怎么办呢 他说明年我打算把它砍掉 因为我这里的果树 每一棵都要结果的 不要浪费我的土地 我要把它砍掉 然后种新的 完全合乎圣经的做法 有时候想想 如果我是那一棵不结果的树 这次要像要冒一把汗 还剩一年 但是我们不用暂时 如果我们有真实的悔改 绝对是有果子的 但是最盼我们是很老化的 我们要生病 有些树老化的时候 这果子很小 我去飞觉的时候 看到芒果树 有时候我看到 信徒拿一把那种大刀 一直砍 不是真的把它砍掉 树皮给它割一下 我问他你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那个皮 破破的被你砍到 这样片体鳞上 他说这些树 树老了不结果 要给它割一下 刺激一下 它就会结人裹出来 那个树皮 有很多刀疤 我觉得很难看 好好的树皮 它们弄到全身刀疤 没办法 他说不这样子 不结果 老树有时候都不结果 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实的悔改 一定会带来果子 主耶稣来的天果尽了 也代表审判尽了 你看这个新冠灰炎 全球影响 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 还更严重 像美国加州的山火烧到 好像地狱一样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那个新闻 那个图片放出来 大家都看到 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照告诉我们一点 世界越来越乱 主耶稣的日子 真的越来越近 你是否有真实的悔改 思想有没有改变 心有没有归向神 行为有没有更新 我们来唱诗 三百年七首 三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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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